文化部委託中央社進行了國際影音平臺的前導計畫 將會在三月底到期 公事董事會是在今天召開會議 以共視覺通過 在維持公事的獨立自主前提下 爭取承接國際影音平臺 但因為具體計畫還需要滾動式的修正 相關的規劃方案 會在由董事會討論之後 做出最後定案 政府去年開始推動了國際影音平臺 原本委託公事執行 但因為政府黑手深入公事的質疑聲音 文化部因此宣布終止委託 改由中央社接手前導計畫 由於中央社專精於網路新聞 現有的影音設備 未必符合平臺需要 加上前導計畫 將於三月底到期 公事董事會五號召開臨時董事會 決定啟動爭取國際影音平臺的評估動作 文化部仍然想推動這件事情 然後公事也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好好去討論 如何設計出一個真正的合理可行 可以執行的計畫 事實上公事來做是一個 我不管在內容上面 在整個策略上面對臺灣都是一件 我認為是一件是有有有有利的事情 對於爭取平臺一事 公事董事多樂觀其成 經過兩小時的討論 最後以共事決通過 在維持公事的獨立自主的前提下 爭取承接國際影音平臺 剛剛有一個決議 就是我們是決議要去爭取這個國際影音平臺 那同時也是決議說在正式簽約之前 還要過一次董事會 希望我們董事會的立場 就是我們要踩穩我們公事法所 對我們公廣集團的要求 我們的價值跟我們的規範 是一定要遵守的 公事則強調將以現有能量與資源 進行內容規劃 也強調如果由公事執行平臺的營運 將更為彰顯臺灣的民主價值 建立國際化以權 文化部則表示 尊重公事董事會決定樂觀其成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